5月30日,正在日本东京参加俄日外长加防长会晤的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,向苏联情报官员理查德索尔格的坟墓献花,谢尔盖邵伊古,于5月29日,抵达日本首都进行工作访问。 当天,邵伊古将参加俄日军事磋商。两国军事部门的代表,将讨论双边合作的现状和前景。据谢尔盖邵伊古表示,希望俄罗斯和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。 当天早些时候,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,参观了东京日本陆军的作战指挥部,理查德索尔格,1895年10月4日,至1944年11日7日,德国人,共产主义间谍,1914年应征加入德国军队,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。 大学毕业后,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,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,1924年来到苏联。 在苏联机关工作,撰写了许多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。 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,在别尔金推荐下,被苏军侦察机关录用。 30至40年代,在德国、日本等国,长期为苏联获取有价值的情报。 他在日本建立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组织,为苏联统帅部提供了有关的军侵略计划,和日本军国主义者,在远东的企图等重要情报。 1941年10月18日,被日本警察逮捕。 1943年9月29日,被判处死刑。 一年后处以绞刑。 其坟墓位于东京多摩公墓。 1943年10月19日,被判复公墓。